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你不知道背后有多少个微信在垂帘听证啊兄弟们 有时候他不是扁蛋不想绑在板凳上 他是其他扁蛋不让扁蛋绑在板凳上 我虽然没有谈过恋爱 但是我谈谈恋爱可厉害了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谈谈恋爱 那天下着灵性的小雨 我们俩不约儿童看上的同一只筑前肘 当我们三只手碰到一块的那一刹那 我心动了 就那颗我感觉这不是普通的肘 这是丘比特的前肘 工作嘛 我躺有躺的价格 卷有卷的价格 就这待遇老板还总问说能不能加班 我说这钱能加班啊 但你不能上班了 感觉我们头上还顶着两行字 一行是劳动最光荣 一行是还我血汗钱 如果说工作是水 那些精英们就是深海鱼 在水里活得自由自在的又扛鸭 我就是只鸭子 我只擅长划水 我经常感觉如果说人就像是一个木桶 有长板有短板 那么大家路过我身边都得惊叹 说这怎么还有一个托盘 愿你快乐不止五分钟 但大部分人一辈子要活两万多天 孤独真的没啥好可怕的 大部分人都是伪孤独 努力不努力是个人的选择 不后悔不包围就好 不批评不自由 则赞美无益 存在感不是刷出来 那是正出来的 人生最重要的问题 参考答案都是略 你想知道答案吗 就不告诉你 对对对对 我们都有副只不过我的更明显一点 就无论生活有多少苦 你只要不喊疼的话 你就是个艺术家 喜剧跟我们医学还是有共同之处的 都是会让无力者有力 让悲观者前行 民俠人场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上网被卖菜刀的顶上了 喜欢上了买菜刀跟磨菜刀 他前两天跟我说 他说 后来我昨天磨了一宿的菜刀 后来发现磨反了 我说你是磨成贱了吗 他说 哎呀 我就是喜欢磨 我说是磨的磨磨像薄阳嘛 实话实说 我还不如他呢 我自己最近爱上了买NBA球星卡 就是 你不理解是吧 很简单 就是一个纸片上面画着人 我周围朋友也不懂 你们可能想不到最贵的那种卡片 一张签名的卡片好几百万美元 但我买的都贼便宜 其实我不懂 为啥一个签名能卖这么贵 二十法站上面有卖过签名照的 三十七块七 从五十块钱降下来的 五十块钱我还收藏了一些 然后呢 二十网站动不动 星城中给我发那个链接 你关注的宝贝又降价了 球星卡 不是球星卡 对吧 那是青春 很简单 就是钻石 钻石为什么那么贵 它是爱情 钻石象征爱情已经很荒谬了 现在不提品牌名字 现在有的品牌打的广告 是一生只能买一次 买这个钻石需要登记身份证 我开始不知道 我说登记身份证 这是怕我沉迷吗 不管怎么说 对吧 消费主义 你该买还得买 这个对男生说 你该买还得买 你不能跟女朋友说 哎呀 我跟你讲 那个钻石跟煤本质上都是碳 女朋友说 那你跟王毅不是还都是人呢 其实一样商家 其实就是把一块钱的商品 赋予两块钱的意义 然后三块钱卖给你 我们脱口秀也不是吗 我们不值钱 但是快乐很贵啊 所以票就很贵嘛 所以现在有观众抢不到票 就会说那种非常伤人的话 忽然两千钱在上海 两块三抹三随便看 我是说了脱口秀之后很久 才接受了看我需要花钱的这件事 我直接摆领程序员 你随便看 再上一次看我需要花钱 还是我满月的时候 从我们现在掏出钱 方法太多了 那商家无所不用其极 我前段时间去了一个书店 书店现在都已经开始出书的盲盒了 那一刻我都已经惊了 真的 我惊了 我说知识能这么学吗 学啥知识看命啊 命运改变知识啊 我现在就是不敢好任何的东西 爱好太危险了 很简单 就是你当你清楚了一个东西好坏之后 你就总想整点那个好的 什么摄影穷三代为啥 就是一起出去摄影 人家掏出个胆伞 卡卡卡在那拍 你拿出个手机在那 他不像话 我之前看过潜水 我想潜水好玩 让我玩潜水 我看了一些潜水装备的价格 我觉得人类就应该生活在陆地上 后来都说还有更可怕 都说现在有潜水摄影 我说这得穷多少代 有爱好不可怕的吧 可怕的是喜欢坚持 因为贵在坚持 我带着我兄弟王建国的遗志 我自己 我最近这一年 其实我特别喜欢看直播买东西 我在抵抗了一阵子消费主义之后 我也拖枪 打不过就加入嘛 我看李佳琪 我之前看说姐妹们 姐妹们 我感觉就是 她是不是歧视我 但后来一看东西这么便宜 我觉得她可能也不是故意的 现在她在说 姐妹们 我说我在呢 我觉得 现在直播真的就是经济学奇迹 你知道吗 就是很难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顾客和商家都觉得自己赚了 对啊 有赚有亏啊 你问他们说 那谁亏的呢 没看直播的那些人亏了 我自己想想 我跟消费主义的关系 很简单 八个字 深受其害 深受其害但乐在其中 没法劝大家买还是不买 理性 理性就好 好吧 谢谢大家 我是忽兰 大家好 我是忽兰 你们看看这个战事对吧 一年一度的竹梦洗击圈又开始了 今年来了这么多人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脱口秀火了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何广志火了 何广志是让许志胜都看到了 竞军娱乐圈的希望 许志胜刚刚说难看啥的 很坦诚 真的 我第一次看见许志胜 我的感受就是 当时我害怕极了 我说这是三T人打过来了吗 实话实话 笑话人不辱人 我之前一样 我给一个表 名牌特别好的表 做广告 那个表好到什么地步 就是我都买不起 你们见过那种 那个表的代言人之前 什么吴彦祖 不达的皮特 我不知道为啥找我 你们见过那种名表 那种广告吗 就是那种穿着什么西装 然后又这个样子 表要露出来一点 目视前方 所有人一看他们 哇 世界名表 我也这个样 人一看 哇 考研辅导 而且你们今天看到那边 可能还看到就是 还有朱一旦老师 朱一旦老师在那边 在那边 我不知道除了脱口秀 还有什么东西 能让他和我们这些人 比起来 他们说这是行业内卷 我说这应该是阶级矛盾 之前我一直不理解 啥是内卷 我说啥是内卷 有一次我彻底明白了 我在我家楼下 看见两个阿姨在遛狗 一个阿姨对狗说 坐 那狗咔坐下来的 另一个阿姨对她狗说 那狗咔也坐下来的 我看着第一只要回家学英语的狗 我一次就理解了什么是内卷 就第一只眼神 那个狗的眼神都不是哀怨 是不解 大家都是狗 你这是干啥呢 后来后来 我真的我就在想内卷的事 我就想内卷的事 我就在想说 是不是很早之前 鹦鹉是不用学人说话的 你看 就是有只鸟嘚瑟 想要自我实现 他说你好你好 他以为人类听完 他反正是 这只鹦鹉真的是生物学的奇迹 其实人类的反应是 这只会说 那其他的应该也会说 一旦卷起来 都不需要人做啥 鹦鹉说人话 就出现了鸟传鸟的现象 当鹦鹉习惯了 天天得说你好的时候 又有只鹦鹉跑出来说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你知道其他鹦鹉 看到他有多崩溃吗 对着这只鹦鹉就骂 就你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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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会说 我说了吗 很有本吗 很有本 现在鹦鹉已经到什么地步了 我前段时间看视频 有会说北京话的 有会说河南话的 还有会学狗叫的 我说你学这玩意干啥 我看那个鹦鹉 一会儿对着人说人话 以后就是狗汪汪汪 给他忙的 我说你是给他俩当翻译呢 我在想说 是不是有些动物 有特殊能力 但是人家不展示 因为人家聪明 而自为聪明的动物 活得最累 你看看那个猴 总被人翻跟头 什么骑精神还数数 我看过一个视频 问那猴 说二加三猴 五 五加五十 看他那个认真的样子 感觉他以为 我们人类真的不会算数的 他就以为 哎呀你们人类 要是没有我怎么办呀 就觉得哎呀 实际上我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呢 旁边还有老猴 教育小猴 哎呀你也应该 向他要好好学习 长大你也要去北京动物园 我们一上去 就是这个标准 不用想 有人说啊 你说了半天 你有啥好办法 我没有办法 对吧 你们看我这个行为 通过讲一个 讽刺内卷的段子 目的是赢得一个 非常内卷比赛的胜利 无论我赢我输 其实都是内卷的胜利 当然我也给我这个行为 起了个名字 叫莫比乌斯卷 谢谢大家 我回来 大家好 我是乌拉 哎呀我在外面看 我就在想 看见没有 不要轻易惹 程序员是吧 我刚才在上面看 我就觉得我老了 我觉得凤凰传奇 怎么这么好听啊 其实凤凰传奇 有粉丝其实不意外 但是我在网上 看见有人说 他是增益的维粉 就只喜欢增益 是增益的维粉 然后你知道 增益的维粉 去找喜欢增益的 那个角度 要非常非常刁钻 他说至少增益 唱Rap 我们能听得清 这话说的 我唱Rap 你们也听得清啊 关键他不好听啊 不聊我们哈圈这些事了 对吧 今天我们聊职场 我发现现在年轻人 跟以前年轻人很不一样 现在年轻人工作的时候 会思考意义 工作意义是什么 他想不明白 他永远不工作 去段时间 我在马路边上喝酒 来个年轻人 我说你做什么 他说我是诗人 我就知道没有工作嘛 但咱情商这么高 我说你是那种 一毕业就当诗人了吗 他说是 我说诗人稳定 对吧 至少 后来他跟我聊 他说他是东北的 我说那也算是个边塞诗人了 是吧 然后他后来跟我讲 他说他为啥不工作 我觉得啥都没意义 工作也没意义 最后说几动了 他说你说觉得哥 我这人生还有意义吗 我得劝 我说还是很有意义的 他说有什么意义 我说有教育意义啊 对我来说 都是先做事 再去想这事 有啥意义 意义有多大 完全取决 这是能做多大 我刚开始说脱口秀的时候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上台说脱口秀 可以不用抢票 谁知道一路说到今天 你现在记者在问我说 你当初为什么说脱口秀 我说那是为了把欢乐 带给人间 经常是记者没打第一 我说咱暂停一下 我有点感动到自己了 记者说我真没想到你说 脱口秀竟然为了把 欢乐带给人间 我说我也是刚想到的 而且如果你自己 不知道工作的意义 老板会帮你找 这个时候同样一句话 你就会觉得很难听 你们想想看 李战跟我说 忽然咱们说脱口秀 是为了把欢乐带给人间 我肯定说我可去你的吧 我是把欢乐带给了人间 但是你把钱带回了家呀 太早了 看着拍风点有点多 都无灯可拍了 李战很聪明 不会说这种话的吧 但是很多大佬爱骂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 赚钱和说话 你只能占一样 对吧 所以说现在老板说啥 员工都不信 他说你最近表现不错 是不是想让我多干活 最近表现不好 POA 是不是POA 肯定POA 在员工眼里就是总有阵想害刁民 所以说做老板就少说话 我干活你给钱 我加班你给加班费 就这么简单 我加班到半夜 你说这是福报 我说然后呢 他说然后好人一生平安 你要这么说我就来劲了 那我也不干活 月底就拿钱 你也别说我上班消费饭 我这叫职场画园 画园 画园讲究的是一个园 你老板遇到我不是我的问题 那是你要度得及 赶好应该是走了 赶好应该是走了 而且你花钱养我 我帮你积功德 这不是我的福报 这是你的福报 而且你能感觉到的那种洗脑 其实都是失败的 你说这是洗脑 这是失败的 真正的洗脑 都是润无息无声的 我之前家里 我亲戚的孩子毕业 说去了一家科技公司 我说公司做啥子 他说公司规划了很多业务 目前主要是贴膜 手机周边加互联网金融 我听着都不合法 他说老板还给了他股份 我说这你也敢要 他说我们是合伙 我说你们这是同伙 等公司上市了 手里股票值好几亿 我说行吧 都说上市公司 卖壳壳壳 没想到卖的是手机壳 他们发股份 是因为老板没钱 不给发现金 每个月只发股份 因为不发钱 上班迟到什么之间 也没法扣钱 只能扣股份 他妈打电话问他 说干打压 他说多的也没法说 反正上个月迟到十分钟 亏了三千多万 他妈都吓坏 他说你是抢银行 迟到了十分钟吗 反正他积极性贼高 感觉在给自己干活 在奋斗 在做自己的事业 我说行吧 反正干得越好 判得越早 我觉得我这个弟弟 很快就会发现 老板在骗子 然后变得虚无 然后认为 全天下老板全是骗子 然后最后成为一名诗人 年轻人太难了 什么股票齐全 你以为是上天的礼物 其实那是难给的诱惑 所以说 对年轻人来讲 你得自己知道 自己要啥 我奋斗是因为我想奋斗 不是说老板说 你应该要奋斗 你在职场这种 世俗的眼光来看 增益二十年了 成长性几乎是零 一直在自己的舒适圈里 呦呦呦呦呦 一直只知道 做自己分裂的事 但是怎么样的人 人家活的时间 比很多企业活了多久 对吧 对于老板来说 对吧 即使为了生态平衡 你们也少骗一点年轻人 当狼把羊吃光了 狼就是羊 对吧 好了 接下来 胡兰 别人不说 受到很多人 有反馈说 胡兰有文化 哪有啥文化 我跟你讲 啥叫有文化 同学聚会 人都是 我在清华研究量子 我说我在效果研究段子 你说我们导师会得特别多 我说我们导师会拍灯 我们导师不光会拍灯 要是拍得不好 还会挨骂呢 其实我们去想 所谓的学霸 学渣 其实学渣都挺阳光的 学霸有的时候反而挺阴暗的 你看学霸有什么行为 考试还剩五分钟提前交卷 你就不能再待五分钟吗 学渣提前交卷 那是吹响回家的号角 学霸提前交卷 那是杀人诛心 我本来就没剩几分钟了 我看你教卷又耽误了一分钟 你们看学霸还有什么行为 考试开始十分钟 他开始就 老师第十题好像少了个条件 老师赶紧看 第十题果然少了个条件 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第十题少了个条件 剩下全班同学都发出 啊的这个声音 一分钟是啊 怎么做得这么快啊 说一分钟是啊 少了个条件 我是怎么做出来的 而且一考完试 学霸还特别喜欢一起对答案 而选B选C吵起来了 学渣快乐多了 走后题我没做 我也没做 咱一样 我之前在美国读书 我就是学渣 真 其中考试满分一百分 我考五分 我跟我妈说考五分 我妈以为我又考雅思了呢 就我这个成绩 美国同学可喜欢跟我玩的 他们觉得 这个中国人挺不一样的 都是说光看成绩 还以为你是美国人呢 你看我考五分 我答了两个都要 题我都看不明白 写得满满当当的 反正我的理念就是 你让我看不懂 我也让你看不懂 卷子发现了 还有那种中国同学 会问那种 只有女朋友才会问的问题 他说你错哪了 给我吓得 我看卷子说 我哪都错了呀 而且提出这么难 是因为班级里面 有数学大神 出的难 是为了区分他们的 结果他们没考住 我考了五分 神仙打架 小鬼遭殃 而且跟我玩的 特别好的美国同学 他考零分 我一般是个位数 其中清帮五分西分 他是零分一分 就我这个分数 人家第一反映 你们这个满分是几分啊 他那个分数 反映你这个分数 是不是二斤制的呀 就我俩这样 还去图书馆 通宵去备考 我俩从行为上 叫用功 从物理上 叫无用功 同学都不理解 我们在这儿 积极个啥劲 他们说我俩 人菜饮的 也不怪他们 学霸去图书馆 天经地义 学渣去图书馆 你最后考那么几分 我还得解释 我无意占用公共资源 说实话 我俩在图书馆 其实真没学啥 就是骗自己 我已经尽力了 跟过年熬夜是一样 都是走个形式 我俩都不是在图书馆里通宵 我俩就是在图书馆里面守岁 祈求吉祥好运 我那个美国同学 学着学着打瞌睡了 我说这么快就拜起来了 最后摇着 光一个头磕桌上了 我自己磕醒了 我说我也不了解 你们这边的风俗 反正我们这边的神仙 应该是已经收到了 我是咋认识 这个美国同学的呢 就是学渣之间 是互相有雷达的 就第一堂课 上课的时候 我环顾四周 我就知道他也没听懂 我环顾四周 感觉你也没知道 因为其他同学都是 时而皱眉 时而点头 只有他是一副 对知识刀枪不如的表情 大意凛然的 就像那个 去了女儿国的唐僧 不学 贫僧不学 其实对我这种留学生还好 想听不懂是可以听不懂的 对我美国同学太难受了 全都听不懂 他又啥都听不懂 学生学生又这样 别都不说 我很佩服他这种 对数学这份虔诚 最后最后 说到最后 真的是 其实他们最后 让我们顺利毕业的 学校说 这种人不让毕业 留着在图书馆过年 我今天 讲这个我是学渣的故事 就是现在会听人说 什么忽兰学霸就文化 我怕我听着听着 自己就信了 我不是他学霸 对吧 我充其量 最多最多就是 毕业之后没有放弃学习 谢谢大家 我是忽兰 大家好 我是忽兰 想说啥呢 透秀火了朋友们 我也火了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见 都有人开始造谣我了 有人看见 对我 跟你说上那个事情 就是最近 有媒体造谣我 说忽兰参加火斗 出场飞一小时 在三百万到五百万之间 你知道吗 这些透秀演员 现在见到我都说 哎呀 添加艺人来了 我觉得 造这个谣的人 不是对透秀没概念 是对钱没概念 说实话 一小时三五百万的活动 我也的确参加过 上坟 那真是个烧钱的活动 在我的努力下 我太爷爷的出场费 一小时的确好几百万 而且刚开始 谣言传出来的时候 都没答应回事 评论也都是说 哎呀 三百万到五百万 是多打个零吧 要不说 不不不 是多打了个万 多打个万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对我进行了二次伤害 我说这些人真的是 又笑贫又笑长的 后来传着传着不对劲了 有人真信 评论就说 这个人是谁不认识 他应该抓起来查查 我说原来谣言转发 超过五百时抓我 我都能想象那个画面 对吧 铁丝网后面 一只小焕熊 放我出去 我朋友说抓你 都是庆幸的 因为网友判案 一般是枪毙 而且得是立刻枪毙 再晚一点枪毙 事情就反转了 评论里面还有人说什么 这个人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 听着很生气 但是你把那个文章往上翻 那文章配图是李淡 是真的 是真事 你就觉得说的也没错 但最来气的就是 这些营销号 造我的谣 还嫌弃我没名 配别人的图片 整个我们拖鱼界 扣扣扣扣扣 好几个人才凑够了一条谣言 李淡生 我来组成头部 遇到这种事 你见过 人家正经 一人的处理方式 都是什么 已经在写律师函了 等着被起诉吧 朋友问我说咋处理 我说已经在写段子了 等着听我可好笑了 其他这些选手都懵了 你知道吗 因为比到这个时候 大家都没东西了 他们说 你们怎么还能天降素材呢 他们说 这事是不是你自导自演的呀 我说行 这两句也写进段子了 后来这件事情 实在传得太广太广了 公司出律师函 屁眼 你们能想象吗 脱口秀也有这么一天 要出律师函 屁腰自己没赚这么多 而且就在出律师函的那一刻 我就认识到了 我自己人心中的阴暗 就是有那么一刹那 我不是特别想屁这个谣了 有点舍不得这份虚荣 就像我妈 她还把造谣的文章 发到家庭群里面 她的本意是 怕亲戚看见 产生不弃实际的误会 但她发完 还正打字要解识呢 群里的亲戚 已经开始鼓掌祝贺了 她也不想解释 她的群里发 谢谢大家 对我儿子的支持 之前还有人说什么 能抵御金钱的诱惑 太难了 跟你朋友对吧 别说金钱的诱惑 我连谣言的诱惑 都有点抵御不了了 我们劈完腰之后 实话实话 还有真的 有那些媒体 他不能假装看不见 他又想吸引眼球 然后就写那个文章标题 叫 实话实话就是 忽兰天价出场费 逗号 效果发声明否认 逗号 但似乎不像空穴来风 我说大哥 你说了个啥 老阴阳人了吧 而且你是杨波 一句话三个反转 杨波讲段子 真是一波三折 而且实话实话是说 这种标题最扯淡 这种逻辑是最扯淡 对吧 张嘴就能来吗 什么忽兰天价 效果否认 但苍蝇不顶 无缝的淡 忽兰天价 效果否认 但一个巴掌拍不下 这种逻辑 铃压历史的 我也只能想到一句话 对吧 就是你要这么想 我也没办法 对吧 而且最后 其实说实话 我也呼吁不了 什么媒体 少发不实的信息 从歌上说 大家喜欢看谣言 其实我想看 我也爱看 毕竟人家说 不传谣不信谣 但没说不看谣嘛 说明可以看 对吧 但就是看的时候 稍微想想 到底合不合理 对吧 但凡有点蹊跷 麻烦你慢点转发 这样子我们辟起来 也不用那么累 对吧 谢谢大家 我是忽兰 大家好 我是忽兰 上一场 李淡把我带他炒股 和他离婚并列 成为他的两不大姓氏 李淡其实是我徒弟 跟我学炒股 法号误赔 李淡聪明 学东西快 但凡学慢点 都不至于赔这么多 有时候我觉得 挺对不住人家的 套得这么深 还学得那么认真 现在我俩人一出去 他就说 哎呀 脱口袖 跳玩 其实现在 我已经不用教他了 对吧 他现在亏得比我多 但出于蓝 而胜于蓝 而且其实 理财这事 我家是有传统的 每年春节 我家最隆重的 不是除夕 是初五 因为叫赢财神 初四晚上 我妈就说 面子上早点起 赢财神 我说现在都不让放炮 我拿啥赢啊 他说你就开开心心的 给我笑赢 后来我查说 放炮不是为了赢财神 是为了驱穷鬼 因为有响声 所以驱穷鬼 但现在不让放炮啊 初五我早上起来 一看客厅 看见我妈在那 欧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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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是 他也不开个门 不开个窗 我说你把那个穷鬼 从你屋去到我屋 而且根据我妈的行为 我今年的理财状况 我觉得穷鬼就是 被我妈管在我家了 现在赶都赶不走了 穷鬼说 我现在非必要不出门 我今年上半年的 理财状况怎么说呢 脱穷鬼的福啊 隔离两个月 APP账单显示 我消费了两千多 股票亏了五万多 但没有办法 股票是我在那段时间 唯一能买到的东西了 没人跟我抢 菜越抢越贵 股票是越买越便宜啊 而且股市是那种 为数不多的 花了钱也买不到尊重的地方 你看股市那个用词 买了个股票 说什么市值 动不动 蒸发了几百亿 就你偷了抢了 它还有个地方 这蒸发了 都没处说理啊 我就不眠 我说你这股票 到底有多少水分啊 怎么天天蒸发 而且你在想个事就是 业态到气态叫蒸发 人民币那是固态啊 固态到气态 那叫升华 所以说我们没有亏 只是我们的钱都升华了 上半年前几个月 我在股市的室内求生之后啊 开启了真正的室内求生 因为我被隔离在酒店 你看他们隔离在家 我被隔离在酒店了 而且是为了工作 纯是为了工作 公司让我去的 去之前公司说 带好五天的换洗衣服 五天的换洗衣服 在我听来 那就是不用带换洗衣服 我没想到要这么久 之后没办法 用自己手动洗衣服 而且那个时候 洗衣服的十点点 真的很难把握 我这边刚洗完 那边打电话说 下楼坐喝算 我说我裤子还没干呢 他说那你换一件啊 我说我没有啊 我也能理解人家 你知道人家怎么上报吗 酒店全员36人 35人核酸阴性 一人裤子没干 而且在酒店里面 吃饭是个问题 没办法做饭 你看他们讲什么 抢菜抢菜难 我连菜都没法抢 我得抢外卖 抢外卖比抢菜难太多了 因为我得等那个 饭店老板抢到菜之后啊 我就靠抢不到外卖 瘦了20斤 很多人问我说 你靠什么捡的肥 我说主要是靠手速慢啊 以前减肥是要努力的 现在不努力 肯定是要减肥的 而且你想想 真的 越饿越慢 越慢越饿 恶性循环 而且我抢到外卖之后啊 要分成几份 规划成几天吃 这是真事 因为我知道 不要把鸡蛋都放进 一个肚子里 本来寻思 风之前 我还带了两罐红牛进去 我寻思这不叫能量饮料吗 就吃的不够 实在不行 喝罐这个也能顶顶 后来隔离之后 喝了才知道 这晚上越喝越饿 后来一查才知道 能量饮料 指的是喝完之后 人能散发能量 这都傻事 你能想象吗 半夜一个人 坐在那儿 在宾馆里散发能量 说了这么多呢 其实什么都没说 就像过去这一年 发生了很多事情 其实啥也没发生 谢谢大家 我回来 话不多说呢 马上好期就要开始了 前阵子在网上有一句话 流传甚广 叫什么加油打工人 不过大多数说这句话的呢 都是臭臭热闹 毕竟大家不是 每个人都在工厂上班 对不对 可是接下来 即将登场的这位女孩子 作为工厂一枝花 被大伙所熟知 绝对当得起 打工人这三个字 因为她私底下 她其实脾气非常的暴躁 工厂里亲手 打过好多工人 朋友们有请 真正的打工人 赵小慧 还行吗 还行吗 大家好 我是小慧 我们今天有好几个演员 然后主要就是按这个颜值 来这个排出场顺去的 我是第一个 我是第一个 对刚刚建国也说了打工人 我爹天天被打 非常难受 其实打工人 你们都知道吧 我现在打两份工 就挣两份钱 受两份气 你们今天可能都是 下班过来的吧 我今天是请假过来的 今天领导差点没同意让我来 我去请假的时候 他问我干啥呀 我说我出去有点商务活动 我领导说可以啊 小慧 是不是现在上班耽误你挣钱了 我心想你知道就好 我觉得我刚上班的时候 其实几度想辞职 因为就是那个车间的环境 太恶劣了 就我刚到车间的时候 就安排了一个安全培训 就安全生产很重要嘛 然后第一点就给你培训安全 哇当时那个培训的人 讲着讲着 我感觉就在跟我讲 我们车间的101种死法 他给我吓坏了 他就跟我说 这儿别碰了 手指会断掉 那儿那儿不要靠近啊 会爆头 这个气体来 闻一下 有毒 记住这个味道以后就不要闻了 当时给我吓了 我说我这是来车间工作的吗 我这是来参加车间求生的 而且我们工作环境就是很特殊 大家要穿一模一样的工作服 戴一模一样的安全帽 然后戴一模一样的口罩 上班大半年了 我都没认权我的同事 就第一次出去团建的时候 大家都穿着自己的衣服嘛 我见到每一个人都在问一句话 你也是我同事吗 看着有点眼生啊 而且车间里面就特别吵 说话你就得扯着嗓子使劲说 要不大家听不清 每次在里边说话都是 王公 开会 他就说 啊 你就得给他加首饰你知道吧 你说王公啊 开会了 他说 膝盖跪地了 然后每天回家 我妈都问我今天上班累吗 我说累累累 他说哪儿累啊 你是觉得心里累啊 还是身体累啊 我说我觉得嗓子挺累的 而且我其实现在不搞技术了 我搞预算了 我就是那种拿着五千块钱的工资 搞着五千万的预算 现在所有的领导都特别抠门 真的想让你降本增效 我把预算做完 发在群里 王总回一句 我觉得这里还可以砍一百万 节约一点吧 反正李总跟着回一句 我觉得这里还可以砍几十万 降本增效嘛 控制一下成本 我说领导们等一会儿啊 咱们这是工作群 不是什么砍价群 就你们这一人一刀砍完以后 公司一分钱不用花 我自己出几百万呗 那我不是亏了吗 然后我那天也受到一个启发 我说领导们呀 咱们也不要每天 跟这个公司搞科技合作 跟那个公司搞什么技术创新了 咱们先跟郁剑小面交流一下 怎么创造出这个性价比 这么高的好产品 对吧 你看咱们这个酸辣粉 只要九块钱 料又那么足 对不对 有一回就是我们叫外卖 就刚好点了咱们小面的这个酸辣粉 我领导特别满意 说你们看啊 人家这个料多丰富呀 我说对对对 领导 就像我工作一样 勤勤恳恳 扎扎实实 他说 那这得挺贵吧 我说不贵领导 只要九块钱 物美价廉 我领导说真好 你的工资 要是也能这么物美价廉就好 我说领导你挺幽默呀 领导说开个玩笑 还是会给你涨工资的 以后每个月就给你涨一碗酸辣粉 每天呀 我同事就盼着这个股市涨价 我就盼着酸辣粉涨价 现在酸辣粉在我这就是硬同货 我觉得它得涨停 就涨得跟辣酱一样红 我的工资就有盼头了 而且我们为什么打工啊 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吗 所以我特别喜欢 我现在工作一点 就是有食堂 每天也不用想要吃什么 工作结束以后 直接就冲去食堂 但是每次啊 就是你跑得再快 去了以后 就发现已经排了好多人了 而且大家站在这个队伍里 就特别焦虑 我就在这里夺步 还要问 哎呀还得多长时间呀 前面完了吗 怎么这么慢呀 我排着排着就觉得 我好像在排女厕所 但是我很快我就清醒过来了 就我们车间呀 我上厕所都不用排队 然后我现在吃饭我得排队 我觉得食堂 是不是应该也分一下 男食堂 女食堂 这样以后我跟男同事一起 约着去食堂吃饭的时候 我吃完饭就可以走人了 然后走人的时候 发现他们还在那里排队 我就可以骄傲地走过去说 啊 你们男人吃饭 就是麻烦啊 其实呢 我是一个山西人 显而易见 我是一个山西人 我其实挺爱吃辣的 但是我吃不了辣 但是我吃醋真的一绝 而且醋可以解辣 就是会缓解一点辣的味道 所以就说我这种又想吃辣 但是只能吃醋的人来说 酸辣粉就是我梦想跟特长的完美结合 大家不是总说吗 如果你能找到又擅长又喜欢的事情 是很幸运的吗 我觉得我下辈子如果想提高幸福指数呢 最好就投胎成一碗酸辣粉 而且我听说咱们今天就是我们这个录制的过程啊 会放到我们小面的店里面去播嘛 我觉得有可能我领导啊 说不定在哪家店吃饭的时候 吃着吃着 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说他的坏话 我希望他听到这段的时候也能反思一下 最近给我的工作是不是有点多了 是不是有点耽误我赚钱了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谢谢慧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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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舞台上生说赚钱的事情 就说的还是主要说的还是这个工厂的事 特别好 是吧 不忘初心 就是一般的演员混得好了之后 就变得很浮夸啊 你看李淡对不对 小慧不是啊 小慧火了之后 整个人的气质变得更加的质朴 纯朴 朴实 朴素啊 非常好 最靠谱的女孩啊 人朴素是好事 面朴素 绝对不行 对不对 要像我们的遇见小面一样 有知有味才可以啊 大家好 我是赵小慧 有一些人知道 我之前在一个汽车公司 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 然后去年我辞职了 因为自从你做脱口秀 被领导知道以后 我的工作就变味了 每次一有人来公司参观 领导就会带我一起去 每一次他都要问人家 同样一个问题 哎 你们看看 他是谁呀 他就没有发现 根本就没有人认识我 但是人家看他那么自信 又不好意思问他是谁 只能偷偷猜 哈 这女的谁呀 是这领导二婚了吗 很烦 我辞职以后 就全职开始找工作 因为效果文化呀 实非良人 全公司动员所有的员工 给我找工作半年多了 就没有一个人想到 他明明自己就可以 给我交五险一金 他在那玩幽默呢 哎 小慧 咱们公司最适合你的岗位 就是给李旦开车了 谁要开的这个破车呀 明明都知道 我失业半年多了 还一天天的 姐姐加油搞事业 哎呀 姐姐已经没有事业 可以搞了 哎呀 姐姐这个称呼 我都已经担待不起了 我觉得姐姐一叫出来 是那种有自信 有能力 有想法 一出来就要乘风破浪的 我现在最多就是个姐 人家叫慧姐 我都觉得哎呀 高看我了 叫赵姐就可以了 赵姐 赵姐 我听听 赵姐 你要允许有一些姐姐 她不会唱歌跳舞 乘风破浪 她就想踏踏实实找个班上 怎么就这么难呀 我找工作有一个很大的难题 就是脱口秀这个副业 搞得有点 大了 你知道吗 很多公司不相信 我是去工作的 他们觉得我工作 是为了找素材 他们甚至觉得 我面试是在采风 我有一次跟一个老板 我发消息 我说啊 你好 王老板 请问您什么时候方便面试呀 他回我 啊 你好 你好 赵老师 请问面试是要跟您的经纪人 约档期吗 那次面试了一个小时 他有四十分钟都在问我八卦 问题有点过于尖锐了 已经不能算八卦了 已经叫把柄了 是那种 但凡我知道不用找工作 效果文化都能养我一辈子的那种把柄 唯一欣慰的就是失业了以后 爸妈就不催婚了 因为我妈跟我说 你连个工作都没有 我很难给你介绍对象 我说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了 但凡我有个工作 我可就谁都看不上了 我本来想结束在这里 但是我也没有想到 前两天突然就找到工作了 人有的时候就是缺那么一点点运气 这个公司很不一样 我面试的时候问那个老板 你不担心我的副业影响工作吗 他说不担心 你的脱口秀我看过 上限不高 他还是不太了解我 用不了多久 他就会发现我的工作能力上限更低 找工作的时候 整个人非常的自卑 你知道吗 我当时就在想 是不是有点太贪婪了 就已经有一份副业了 你怎么还要去找工作呀 现在不一样了 整个人自信起来了 哎呀 我觉得我赵姐呀 就应该有两份工作 今天就找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我小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赵小慧 三位老师好 我原来也是个car engineer 我不爱穿连体裤 就上一期节目 为了让观众记住我 就给自己贴了一个 车间女工的标签 然后还穿了好多连体裤 最后大家成功地记住了 连体裤 就很羡慕 其他那些演员 就总能接到一些 时尚杂志的采访 哇 拍大片 谈人生 都不用聊什么 喜剧的边界啦 喜剧的内核啦 你们干啥啦 喜剧从里到外 就你们说了算了 然后我也接了一个采访 中国工人杂志 但是有个采访 真的很不错啦 我很知足 我就跟那个记者说 我说 我对喜剧的理解 比较浅薄 那我就简单剖析一下 喜剧的内核吧 记者当时就打断我的 说不好意思啊 我主要是想和你探讨一下 当前汽车行业遭遇寒冬 你觉得传统制造业 采取哪些措施 才能扭转下滑趋势呢 我说 我说这刚好是要我聊的 下一个话题 喜剧的边界在哪里 就在和传统制造业 联动的过程里 然后去年也有机会 就是去录一个 卫视的春晚 然后那个节目组 对其他人的要求 都是唱一个热闹的歌 跳一个快乐的舞 对我的要求就是 穿一身喜庆的连体裤 喜剧的内核是啥 我不知道 我感觉我的内核 就是一条连体裤 然后去录那种 大型的晚会 特别紧张 因为下面做了 好几百号大爷大妈 我就讲了一个 我之前提到的内容 我就说 我妈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其实是在她 打太极的群里 当时有一个老头发 我觉得这小姑娘挺幽默的 她说她妈跳舞 跳死好几个老头了 我以为气氛 能够轻松一点 没想到 大爷们的脸色 突然就变了 他们都没想到 大过年的 带个红微博 穿个新衣服 带着老伴来看春晚 一上来 老头没了 那我就想 那我赶紧讲下一个段子吧 但是太紧张 忘词了 我就想看一眼提词器 没想到这个镜头啊 在这里 提词器啊 在这里 我要想看到提词器 我的目光要扫过所有的观众 也就是 所有的老头 大爷们应该不知道 我是上一个 我是忘词了 看提词器 在他们的理解里 我应该是上一个表演 还没有结束 他妈跳舞 跳死好几个老头了 然后那年过年 我爸妈也是用这段录像 迎接我回家的 对我的表现非常不满意 因为我一进门 他说的不是回来了 我爸说的是 你这透口秀不好笑啊 因为他没有想到 我短短两分半 不好笑的表演里 还有一个植入广告 更生气了 一拍筷子 侮辱医术 上一节目参加完了以后 总有人以为我辞职了 就在大家的想象里 就李丹会穿着一个风衣 从一个保姆车上下来 后面跟了十几个保镖 每个人都拎了一箱现金 就像咔咔咔 甩在我领导桌子前面 放人 我们效果连体裤 怎么能干这种 卑贱的工作 就算真的发生了 我都不用露面 我爸直接就冲上去了 闭嘴 拿走你的臭钱 侮辱医术 不过我领导 现在对我的态度 确实有变化 变好了很多 以前工作做错了 直接就批评我 这都不行 大学白读了 现在还会主动安慰我 没关系 你不一样了 你是明星了 明星嘛 都没什么文化的 那我今天为什么还要穿连体裤呢 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突围赛 我要是晋级了 我就再也不穿连体裤了 什么人设呀 我也不要了 这真的突破自己的东西 万一啊 我没劲 我也是想给有意向合作的甲方 一个态度 就是连体裤吧 可以穿 非常合身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小慧 我不是来找对象的 但是我也想聊聊 我的这个择偶标准 如果要跟一个人结婚之前啊 就一定要跟他看一场演唱会 一定要看一场演唱会 前一段时间我去看了一场五月天的演唱会 我好不容易啊 买了一张第二排的票 我就觉得我就要拥有五月天了 结果去了一看 第一排那个大哥有一米九 一整晚都不好玩在那看 拿一个手机在那里拍拍拍 我跟你们说啊 你们有机会 一定要体验一下第一排的演唱会 视角真的非常好 这是我看了一晚上大哥手机发现的 而且本来啊 那个大哥只能挡住一个人 但是他好死不死地 烫了个头 一下挡住三个人 我那天晚上就一个想法 得亏五月天 有五个人 大哥还带自己老婆去的 他一晚上在那拍演唱会 老婆拍他拍演唱会 一边拍还一边撒娇呢 哎呀亲爱的 你这个头一千块钱烫的可真好看呀 我想那就对了 我这张票一千六 有一千就是看这颗头 剩下六百 我就看了个二月天 但是我觉得啊 如果有人跟我求婚 千万不要在演唱会求婚 真的 你说我听 你说还是听他唱呀 你要不爱听上 后面站着去 别影响我听 你一个人耽误两分钟 全场几万人 我感觉我这辈子的演唱会 都被你耽误了 而且就那种场合 我真的很难说服我自己 说我最喜欢的人是你 就工作了以后 我都开始相亲了 主要是因为我们汽车行业 你们可能不太了解 这几年不太警惕 就我们这种技术员 也有销售压力 我每次去相亲 第一句话就问 你有车吗 他说没有 我说太好了 给你介绍这款产品 他说我领导都不相信 就是我相亲的时候 还这么敬业 因为我领导在婚姻中 没有体会过那种 被欺骗的感觉 在我这儿体会到 就以前吧 我兼职做偷偶秀 他们都不知道 我就是开会的时候 偷偷写段子 太刺激了 后来他知道了 就找我谈话 他跟我说 你觉得这个脱秀 多久了 我说两年多吧 他说两年多 就是全公司都在搞 新车项目的时候 你在搞脱口秀 我说领导 我这个脱口秀 只是玩玩而已 我心里只有咱们公司 他说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面试的时候 怎么没发现 你是这种人 说完要看我 上个月的业绩考核表 我当时就生气了 我说你不相信我 一份工作 最重要的就是 互相信任 你这种行为 已经打破了这种信任 而且我觉得 他有点不懂事了 我不过是犯了一个 所有普通员工 都可能犯的错误 找了个兼职嘛 搞得这么兴师动众的 我当时很生气 我就像个渣男一样 跟他说我累了 我说你冷静一下 咱俩再聊 从那以后 我就明显感觉到 他对我起了戒心 就首先 他把我的工位 调到了他旁边 就方便每天监督我 然后那个工位吧 他上面挂了一个牌子 写了几个字 叫公司不养闲人 现在疫情期间 我们用那个隔板 把工位都隔开了 然后我领导每天在那里 假装伸懒腰 工作呢 不容易啊 我真的很想跟他说 如果你只活在过去 咱俩没法拥有 更好的未来 然后我有时候坐在那里 我就抱怨工资好少啊 我领导就说 现在想起来 自己还有一份全职工作了 脱口秀不挣钱啊 还是脱口秀好 我每次去演出的时候 他们都关心我 你领导最近没有找你麻烦吧 你这么好的员工 他都不知道珍惜 我真的不希望你们 因为脱口秀 吵架 我不是不想结婚 我是觉得我应该 在我最好的年纪结婚 就是我54岁的时候 退休的前一年 那一年我有工作 但是不用干活 有资产 但是不用还贷款 那个时候去相亲 我的要求应该非常明晰啊 年轻的 帅哥 对吧 那个时候我也会单刀直入 问他 有车吗 没有 太好了 有阿姨 你不用再努力了 谢谢大家 是小慧 大家好 我是小慧 都知道我未婚了吧 那我就讲讲你们丈母娘 都有机会啊 就我妈 她前段时间生病了 就蓝尾这做了一个手术 就这俩小姑娘 咋这么紧张呢 那蓝尾炎不传染啊 放轻松一点 就其实就是个小手术 但她还是 就是觉得花钱 天天跟我念叨 哎呀咋办呀 给你的嫁妆都花光了 我说不至于吧妈 我快三十了 咱家就攒了一万块钱呀 那医保还听你出六千呢 而且父母还有一个误区 就是他们觉得 手术前一定要给医生送红包 但是我爸不愿意去送 因为他快退休了 不想在这个时候 让人生有污点 所以他们就劝我去送 就为了给我做心理建设 会给我发那种文章 马云说 27岁的你不必害怕犯错 我倒不是怕犯错 我主要怕犯法呀 马云话也太多了 就天天就劝年轻人 你也劝劝我爸爸 你就跟他说 55岁的你不用害怕 重新开始 小慧的现场 还好 真的我那天都紧张 都睡不着觉 我就一直在用手机搜 行贿罪的减刑标准 我想把我后路想好呀 第二天我就学那个电视里面 就是把红包夹在一本书里 拿给医生 我去医生办公室 我说医生啊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挺好的 想跟你分享一下 医生看了一眼说 你想手把手交 我说脱口秀 你一两个 啥意思 这是我的书 送给李老师 这也没有那么好笑吧 其实那医生一眼 就知道咋回事了 当时就拒绝我了 你们都不知道 我有多轻松 但是我妈就不相信 她说 你肯定是不够真诚 你得劝劝医生呀 我知道有规定 那马云不说了吗 年轻人不用害怕犯错 真的我想 我还是劝劝我妈吧 我说你别老想生病的事 我妈说你少扯淡了 我就穿着病号服 在这书艳的 我不想生病的事 我想啥呀 我说也不难吧 那我穿着校服 上课的时候 想的也不是学习呀 挺好的 哇 观众很接 对 她转型成功了感觉 对啊 转型成功了 不讲那个科技 转型不讲工厂 而且我妈吧 她就想不通 自己为啥生病 她以前一直都健身 她觉得应该挺健康的 我帮她回忆了一下 她当初办健身卡 是因为我们家那儿 洗浴中心一次二十 健身房一年才一签 然后每天听她 夸健身房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 人健身房 那个喷头水真大呀 她有段时间去学游泳 我都觉得 就是为了泡澡 因为她自学了三个月 不知道喝了多少水 就没有学会 我说你找个教练吧 她说不用花那个冤枉钱 我说不冤枉 咱也交点水费吧 这样子 那她来广州找我 也办了一张健身卡 还让我办 我刚开始还以为 就是教练给她回扣 我后来想通了 她是缺个搓澡的 我去过一次 我给她搓完澡以后 就后面十几个人 在那儿看着 就广州人可能没有见过 北方这种神圣的仪式 我妈一点都不害羞 还特别自豪 因为我小的时候 家里来客人 我是没有什么 拿得出手的才艺 那天呀 我妈才发现 我身上的闪光点 手劲大 我真的很怕 我妈跟她们说 哎呀 初来乍到广州 没带什么特产 让我闺女 给你们搓个澡吧 人生过病以后 就开始养生了 我妈就是 她现在要求我们全家 每天早晚喝一杯 蓝河绵羊奶 因为蓝河绵羊奶 新推出的成人奶粉 男女老少都能喝 能满足我们全家的 营养需求 真的很养生 因为我妈现在做饭 口味特别清淡 我也不敢交外卖 因为怕我妈生气 她总觉得 就是家里有饭了 你就不能吃外面那些野饭 所以我每天一回家 就跟去迪士尼似的 第一件事就是翻包 就怕我外带食物 我都没有想到 我快三十了 每天回家前 只能在楼下 偷偷吃一包辣条 就每天跟我一起 偷吃零食 都是一群小学生 就终于有一天 小孩问我 阿姨 你这个是不是就 越长大越孤单呀 哇 可以 我们有点危险 是啊 她挺好的 我后来就想 带她出去散散心嘛 我就想开车 带她出门 没想到我妈一上车 就变成怒怒了 真的摇下车窗 骂别人 你们会不会开车呀 摇上车窗骂我 你会不会开车 我不是不会开车 我就是开得比较慢 因为驾校 我最快就开到四十 所以就是一上四十 我不是觉得超速了 我主要觉得超纲了 就没学过 刚开始的时候 我妈特别着急 一直在旁边催我 你踩油门呀 你抄她呀 你那是假之吗 后来我妈放弃了 开始思考人生了 不怪你开得慢 可能是这个世界 太快了 后来我就找我朋友 我开车 我觉得她没出过什么事故 应该技术不错 但是上了她的车 我才发现 有些人啊 没出过事故 不是因为技术不错 就是因为她命大 记者安全带 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这车开到一半 我妈都有点恍惚了 她问我 你跟妈说实话 我这个病 是不是恶化了 就我妈生病的时候 我最烦别人问我的 一个问题就是 阿姨没事吧 他们只想听到 没事这一个回答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满足他们那种 既表面关心了你 实际上又没有替你 分带任何一点 焦虑的心理 所以每次别人问我 阿姨没事吧 我都会说 啊那个 怎么说呢 我就是要让她紧张一下 但我没想到 这种问题 还有第二种回答 他们都跟我说 啊这样啊 那没事没事 会没事的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这是一段完整的表演 首先很感谢 我的领导支持 我搞这个 他们真的非常开明 然后每次请假 都跟他们说 这把肯定淘汰 以后就回去好好上班 每次都晋级了 我这回就是忘说了 哎呦 我就被淘汰了 但是真的领导 不要再让我去 粉丝群卖车了 这几年也就是 我们行业不景气 要不然这个节目的冠名商 说不定是我们公司呢 我就带字禁足 我觉得我怎么着 应该也不会被淘汰了 然后还要感谢 无忧喜剧 然后当初就是皮球 他们劝我过来参加 他们说来了 就能见着五月天 骗子 小慧太动了 然后还要感谢 肖果文化 真的你们公司 每次出事 我们公司的纪检委 都会找我谈话 让我 让我洁身自豪 让我重新说一半 感谢肖果文化 给我提供了这个平台 他晚上就给你讲这个 他为什么不讲这个 你们 你们真的给我的生活 平凡的生活 冬天了很多烦恼 今年我感觉 好多演员都不开心 我觉得一份工作 如果让你们不开心 你们就考虑换个领导吧 你们输了快乐 拿了大王又如何呢 有道理 拿了大王 你们当然就可以赚钱了 但是我现在是没有这个希望了 所以你们有活 可以想着点我 我便宜还不挑活 我也很感谢我自己 我这么懒的人 我当初就是为了抱怨一下生活 然后他们跟我说 这就是脱口秀 他们门槛也太低了 感言也太炸了 选场最佳 我现在每天被逼着写稿子 演出子 比赛子 还让我上点心 我的心太大了 不好上 还感谢观众朋友们 对我的喜欢 真的受宠若惊的 我知道我长得不错 身材也还可以 家庭也很幸福 工作也很稳定 我还幽默 但是有一些男观众 不要再给我发奇怪的私信了 你们配不上我 好了好了 我感谢完了 祝大家身体健康 记得想我 线下再见 小河广志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广志 然后终于轮到 我站在这个舞台上了 然后有一点兴奋啊 因为就站在这个舞台上 就相当于是 就马上就要当明星了嘛 这个样子 是这样的 就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 这种线上节目的录制 所以我就特别地激动 就特别地 特别地重视 我们今天这个录制 就为了今天这个录制 我来的时候 我是就专门用洗面奶洗的脸 就在中国喜剧圈 能让我用洗面奶洗脸的节目 就不是很多 就能让我用洗面奶洗脸的节目 也就只有这一个 就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的节目 就都不让我上 这个样子 大家也看得出来 就为了准备这个节目 我还去烫了个头发 其实是这样 其实也不是故意烫的 就过程是这样的 前两天我就想去剪一个 好看一点的头发 然后准备录节目嘛 然后我去了之后 那个理发师就问我 他说你打算怎么剪呀 我说我想把这两边留长一点 他说那你这个长度 适合烫一下呀 我说我没有烫头这个打算 我就是单纯地想留个长发 我说你先给我剪吧 然后他咔咔咔咔 一顿操作我就给我剪完了 剪完之后 他就很自信地问我 就是剪得怎么样 我说你要不给我烫一下吧 因为当时我盯着镜子里 他给我剪完那个发型 我就在想赶紧给我烫一下 就不能再让第三个人 看到这个发型了 就丑到什么程度 就是他如果不给我烫一下 我出不了那个门 就被封印住了 你知道吗 而且就是 我跟我朋友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朋友还说我 他说哎呦何广志 看不出来你还有偶像包袱 我说你是没见那个发型有多丑 我那都不能叫偶像包袱 他就是个包袱 人类的包袱 而且当时就是 他给我剪完之后 我除了烫 我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因为他已经给我剪完了 你知道吧 就是我没有退路了 就我的退路都被他剪断了 我就只能再赌一局 你如果长得比较好看的话 就你可能没有这种感受 就是像我们这种长得不好看的 就当我们被剪了一个很丑的发型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很憋屈的 因为当我们被剪了一个很丑的发型的时候 就我们是不太敢怪罪于理发师的 因为你知道你自己也有责任 所以说我剪头发 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局面 就是前面两分钟 我刚跟那个理发师就友好的沟通完 该怎么剪 然后他开始给我剪 结果剪着剪着 我们俩就都沉默了 这时候我盯着镜子里我的头发 然后他盯着他的手艺 我们俩都没有说话 但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人 脑海里都飘过同样一句话 这也不能全赖他 其实这种感觉大家都明白 心里都明白 只是不说而已 假设说让一个长得很好看的人 假设说让李线剪个头发 不好看 那理发师全责对吧 就是李旦剪个头发不好看 李旦全责对吧 然后当时就是还有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事情特别有意思 就是当时我烫这个头发的时候 那个理发师问我 他说你一共有两种类型 你打算烫哪一种类型呢 第一种就是不需要怎么打理 然后也挺好看的 还有第二种就是 需要你每天早晨起来都打理 但是打理完之后会特别的帅 就如果他不问我的话 让我自己说 我肯定说你给我弄个 不需要打理的吧 对吧 但他这么一问我 就以我这个小脚腻的小脾气 我肯定选那个需要打理 但很帅的呀 因为我这个人 我比较喜欢挑战生活嘛 我当时我想 我要变好看 我要扼住生活的喉咙 结果现在局面 大家也看得出来 就挑战失败了 就不仅没扼住生活的喉咙 还让生活薅住了头发 薅得死死的 就我现在套完这个头发 就有一点特别尴尬的什么 就是我这个头发 就需要打理才会好看 然后我不会打理头发 就如果我不打理的话 它就不好看 就如果我打理 就还不如不打理 就是 真的就是 我没有骗你们 就是我探完这个头发 我第一天出门的时候 我整整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打理我这个头发 结果我出门之后 见到我朋友 我朋友见到我之后 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这头发探完之后 你得打理 就是 我说我我知道 我今天没来得及 就是 好 谢谢大家 讲证多 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 我喜欢他的语速的感觉 很清 很清楚 很清晰 其实说来说去 大家好 我是广志 对 我这次的主题是 不就是钱吗 我没有想到 就是有一天 这句话能从我的嘴里说出来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就是我现在在上海 就是我是一名全职的 透口眼员 然后的话一个月能挣一千五 就这个段子是去年写的 今年的话一毛钱没有挣到 就一个月一千五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每次我妈说我 你做这个你收入根本就不稳定 我都可以反驳她 我说妈你放心 就是收入特别地稳定 其实是这样 就是我感觉就是收入虽然地少 我觉得就是挣得比较少 它也有挣得少的好处 因为我发现就是在上海这种 大都市的这种一线城市 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就我发现在上海这种一线城市 你像我这种月薪一千五的 就跟那种年收入千万的 就是挣得最多的 跟挣得最少的 这两种人他在上海生活 我发现他们的精神状态 其实差不了太多的 就大家都没有什么压力 就压力最大的是中间的那拨人 就他再努力一点 他就可以留下来了 就那种人压力最大 你就像我现在的话 就我不夸张地跟你们讲 我现在就月薪一千五 就在上海就是完全没有买房的压力 就是 我经常会听到我的朋友他们讨论 经常讨论 哎呀 这个上海这个房价好像又涨了 好像现在这个浦东比前两年又涨了一两万 就每次听到之后呢 我都也不在乎 因为怎么说呢 就一万两万的我也不在乎 他坏 他比前面坏 坏太多 他停得太少 太短 因为蒋脱口秀 他不是一个正式的工作嘛 所以说我的好多朋友 他们就会经常劝我去工作 前两天我一个朋友一找 我就跟我说劝我去工作 在何广之后我告诉你 你别看你现在轻松 你现在在上海 你要是不工作的话 你在上海就不能交社保 你要是不交社保的话 你五年之后就不能在上海买房子 就是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说实话 我当时我是真的担心了一下 因为当时我想了 这可怎么办呀 这到时候多麻烦呀 但是后来我又冷下来 又仔细一想 就依我的这个能力呢 我根本就不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我知道依我的能力 五年之后我不能在上海买房子 原因肯定不是我没交购社保 就是我最近感觉 就是除了买房之外 我跟有钱人在金钱方面 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就比如说我跟有钱人 我们都比较关注慈善事业 我们都想看一下 那个捐赠名单上 有没有自己的名字 就在感情方面也是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有钱人谈恋爱 他们肯定会经常怀疑 就是这个人 他是到底图我的什么呢 我也一直有这个疑惑 这个人他到底是想 他到底是想图我的什么呢 就图我的小黄车押金 是吗 早就黄了呀 这个梗 你想 但是后来 我刚来上海 全是讲脱口秀的那会儿 大概是18年嘛 就是我刚来的时候 那会儿我特别害怕 别人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特别害怕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就比如说你要跟别人说 你说我现在没有工作 别人就会觉得 你是个废柴 是个loser对吧 你要跟别人说 你说我现在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别人就会觉得你 是个傻子 就没法弄 因为我那会儿 刚来的时候没有收入嘛 然后为了省钱 我就是住在一个青年旅社里面 就青旅的特点 就是你的室友会非常非常多 而且你的室友是经常换的 这样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基本上我那会儿 我平均每天至少会被问妻子 就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就特别烦你知道吗 我实在是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不愿意跟他们交流嘛 所以说他们每次问我的时候 我都喜欢跟他们编 他们每次问我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都跟他们编 我说我是做销售的 我说我是做财务的 我就跟他们编了 我一直编 一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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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再有人问我 我说我是一个编剧 而且那些人他特别喜欢 跟你尬聊 聊到这个地方还不结束 还非得继续问你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说我是一个做销售的 他说那你今天 为什么没有去上班呀 我说我今天休班 他说那你休几天呀 我说那个就是你住几天呀 可能好多观众 听到这个地方会有一些疑惑 你们可能会想 就是我为什么 就是不去找个工作 一边工作 一边全职奖投火秀呢 就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工作呢 因为我之前工作的时候 我是有一些钱的 我是攒了一些钱 有一些积蓄 我当时卡里有一万块钱 所以我没有去工作 因为当时根据我的计算 就这一万块钱 就他是能撑到我红的那一天的 他起码能撑到我上春晚 结果连那年春天都没有撑过去 好 谢谢你们 讲什么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最后得了两两点是吧 两点 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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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们这次的阵容 大家也都知道了 就我那另外两个对手 就是实力也不是特别的强 忽兰跟周期末 其实这样的你知道吗 就是本来是这样 就是忽兰选了我 然后周期末呢 想跟忽兰 然后巅峰对决 然后他又选了忽兰 但是我们这个赛制 很可能会出现一种什么局面 就是他俩巅峰对决 然后把我淘汰了 你知道吗 最近出行的话 大家都会喜欢戴口罩出门 对不对 其实我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因为很多人跟我说 口罩可以遮丑 我刚开始我相信了 但我后来发现 就是口罩遮丑这个事情 它也得分人 因为有些东西 它是盖不住的 你知道吗 你就像比如像我这种人 就即使我戴上口罩 你看不到我长得有多丑 但你从我整体的 这个气质当中 你能隐约地感觉出来 就是 这个货它不好看 那种感觉就跟刮奖是一样的 虽然说你刮奖 虽然说你戴上口罩之后 就只露了一双眼睛 但你刮奖刮出个蟹来 还接着刮吗 就给它垃圾分类了 就不刮了 其实我最近反思过 我自己的这个颜值 其实我觉得 我是属于那种 长得不是特别的丑 但我说我自己丑 也不违和的那种类型 就等于是我 我觉得我是那种 我长得丑和帅 中间的那条分界线上了 你知道吗 就怎么说 就等于说 我的颜值是属于那种 就近可攻退可守的 像李淡那种 就属于是一手难攻的 因为我们节目 已经播了一期了 然后我的好多朋友 他们看到我 上了那个节目之后 他们就觉得 我现在已经 挣到了很多钱 其实并没有 其实我们录这种节目 选手是没有钱的 我现在不仅没有挣到钱 我还往里搭了很多钱 因为我每次打车过来 来回的话要三百块钱 就是录到现在的话 我已经往里搭了 就是四千多块钱了 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就是如果 那个打车的报销 再不下来的话 我就得退赛了 我上次讲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观众说 那你为什么不坐地铁呀 我说因为片场周围 根本就没有地铁站 然后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先坐地铁 然后再骑一个共享单车呀 我说因为我是一个明星 我们家真的离这边特别地远 就是我们家是住在 另外一个郊区 在宝山那边 就是特别宝山 就是七少年现在 终点站那个地方 你们有人住到那个地方吗 你们都知道是吗 你们好穷呀 现在我们家住在那边 就是如果你没有住过 终点站的话 你可能没有那种感受 就我住的那个地方 它交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第一次出了 那个地铁站之后 我看到地铁站旁边 竖着一个警示牌 那个警示牌上写的内容是 严禁捕捉野生动物 为者追究法律责任 就看到第二句话 我心里还稍微有点欣慰 因为这个地方 起码它有法律 而且我们家 还不在地铁站附近 就是我每次出了地铁站之后呢 我还要大概在骑自行车 就骑个2.5公里 才到家这个样子 真的 就贡航单车 直接就包了半年的 但是包完就后悔了 因为那个地方 实在是太偏了 没有贡航单车 他们骑回来个膜拜 都藏到树林里 就在我住的那个地方 谁还是从外面 骑回来一个膜拜 谁就是英雄 在我们心中 那个人就是骑士 因为我住的比较远嘛 所以说就会导致 我经常地坐地铁 我不知道大家坐地铁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人 就前两天我就去挤地铁嘛 然后挤上去之后 我就没有坐 然后我就站着嘛 然后这个时候 我旁边就站了一对情侣 就是我们三个人 就都没有坐 就都站着 然后这个时候 在我们面前就突然空出来 一个坐的时候 就那一对情侣 她想去坐那个坐 但她第一时间 不是去抢坐 她第一时间是 他们俩在一块儿商量 他们俩该由谁来坐这个坐 就在我面前就商量起来了 你知道吗 就那个男的 就特别霸道总裁样子 诶 那边有一个空坐 你去坐 你坐 我不累 你去坐 你去坐 然后她女朋友还不坐 她女朋友在旁边 哎呀 我今天在公司 我都坐了一天了 我不累 还是你坐吧 你坐 你坐 就是我在旁边看着 我就懵了 你知道吗 怎么回事 就是这个坐 就是你们俩的了 是吗 我就一直在旁边思考 等着一旁边思考 怎么回事 现在地铁上 都有情侣专坐了 是吗 这个坐 我可不可以坐呢 甚至有一次 我都已经坐下了 然后他们俩 还是会在你面前 哎呀 你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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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我又在想 你们这种人 你们是不是 就是故意来炫耀 你们拥有爱情 是不是故意的 你们还有什么花招 尽管给我使出来 不害怕你们 还有就是大家坐地铁 还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就是当那个地铁上 满坐的时候 然后所有站着的人 都是替补 然后这个时候 站在过道中间的 那是替补雷的首发 有这个感觉吗 就是我记得 我那个时候 我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 我坐地铁 我就特别害怕坐过站嘛 然后每到一站之后 我就喜欢 就是不停地看 那个地铁路线图 就不停地看嘛 不停地看 然后就有一次 有一个大哥 他看到我 看那个路线图了 他就以为我要下车了 然后他就挤过很多人 就拼命就挤到我面前 就站在我正前方 就这么站着 就这么站着 就这种情况 大家都明白 就是他站在你正前方的话 他就是你那个 座位的第一继承人 就这样 但是 但是那次那个大哥 他真的误会我了 就五站了 我都没有下 大哥看我一脸疑惑 怎么每一站看上去 都想下的样子 但是还不下 到底是住在哪一站呢 在上海流浪是吗 我干过这事 就算是流浪 都五站了 还没有选到 自己喜欢的站吗 你名字不喜欢吗 我发现就是 当地铁上空出来一个座之后 大家去抢这个座位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规则的 它是有规矩的 你知道吗 它的规矩就是 它就是和那个继承法 是一样的 你只有当这个 第一继承人这边 没有人的时候 然后你旁边这个 第二继承人 才可以过来继承 对吧 继承权拿起平等 对不对 就是我为了写这个段子 我专门去网上 查了一下继承法 其实继承法是这样的 就是一般情况下 是用不到继承法的 使用继承法的前提 是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 才可以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发现 就会有好多人坐地铁 他起来之后 他喜欢指定一个人 哎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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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了 我先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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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种情况 你就不能按照继承法继承了 因为人家走的时候 有遗嘱 好 讲证说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我觉得有悬念 有悬念有悬念 有有悬念 比赛之前我都觉得是 我肯定能把场子讲起来 我应该能拿到三灯或者四灯 我自己心里还挺有信心的 我们之前在下面开玩笑的话 就是讲地铁的段子 中国没有人比德哥和广志 谢谢广志 喜欢和广志的观众朋友 不要 哎 哎 你愣死了 你干嘛呢 他好像走错了 大家好 我是广志 然后 就是 我在前面确实是不小心赢了 忽兰跟周老板 你知道 但是也没有特别厉害 就用一个词形容 就是小人得志 你知道 节目大家都看了 是吧 对 然后我是那个周杰伦的眼粉 对 弹幕里好多人说我长得 特别像周杰伦 我就特别的开心 因为我录节目之前呢 演出我们观众 就大家看我长得像哪一个明星 他们都说是张全弹 你知道 就是 为了阻止我像杰伦 都把张全弹给逼成明星了 你知道 就为什么 现在大家突然一下 又发现我像周杰伦了呢 就是 因为我在比赛期间 用了那个英术流光瓶护肤 就我的皮肤 由内而外 光感透亮 就透亮到什么程度 我现在感觉是 我身上最大的闪光点 就是我的脸 就英术流光瓶 让我不用打高光 都直接达到了 我颜值的高光时刻 我们这期的主题 是挺别遗憾立场嘛 其实 就是我从事脱口秀之后呢 我就从来没有过遗憾 因为除了脱口秀之外 我也找不到 其他更好的工作了 就是当你越是 没有选择的时候 你就越没有遗憾 你知道吗 就我的学历呢 是大专辍学 就我的人生就没啥选择 我不像其他的演员 他们上来之后 就经常可以介绍自己 什么是交大毕业 或者什么是个学霸 对吧 就每次流到我的时候 是个人霸 我就 我身上确实 没啥闪光点 就我每次演出的时候 海报上介绍我的那一栏 我都只能写上一句 是一个山东人 就每次主办方看到之后 说话也都特别地委婉 你给我滚 就我们这个海报贴出去 是为了吸引观众 来看演出的 就你这一个山东人 就这是凭借什么 吸引的观众呢 观众是都没有 见过山东人是吗 观众来了之后一看 台上有一个山东人 你们这个演出 也太酷了吧 这就不可能 就我现在是四几个人 在上海生活嘛 就我发现我妈 现在特别地关心我 她关心我 关心到什么程度 就我最近发现 我妈她开始通过 那个微信运动监视我 就我有时候 偶尔会睡到中午 十二点才起床嘛 然后这时候 我妈就给我发微信 问我 哎 你今天是怎么了 为什么还没有起床呀 就这个问题 我就不敢轻易地回答 因为没起床 又代表还没有吃饭 就是不起床是小 不吃早饭 在我妈眼里 是一种违法行为 我那个时候 我上学的时候 我都不敢跟我妈说 我一宿舍人都没有起床 因为这种行为 在我这种情况 在我妈眼里 就属于是聚众不吃早饭 就是我遇到的 困难的事情多了去了 我妈都不关心 我妈就关心 我到底有没有吃饭 我妈跟我说的 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你现在在上海 我根本就不图 你在外面 能挣多少多少钱 你只要是把饭 给我按时吃好就行了 每次我妈跟我说 这句话的时候 我都会产生一种错觉 我终于还是要回家 继承家产了吧 而且我的微信运动 一旦超过一万步的话 我妈这时候 还会给我发微信问我 你今天是干什么去了 你是不是出去玩去了 你和谁一起去的呀 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这时候如果我说是女的 我妈就会问 那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呀 如果我说是男的 我妈就会说 我不相信 就我妈最近会一直 催我找对象 就在我妈眼里 我现在在上海 找不到对象的原因是 我接触不到女生 其实我妈不知道 就在上海这种城市 大部分年轻人 大家单身的原因 根本就不是 遇不到优秀的人 就更多的人 单身的原因是因为 你周围优秀的人太多了 你不知道该选谁 就像我们这种舔狗 就不知道该舔谁 就这种感受 追星的女孩完全能够理解 假设说让你在 肖战 王一博 易烊千玺 还有我 我们 我们四个都让你选一个 做男朋友的话 你肯定会非常纠结呀 你肯定会纠结 你肯定会想 这可怎么选呀 这都是我的菜 肖战也是我的菜 王一博这也是我的菜 易烊千玺 这也是我的菜 何广志 菜里还有一个虫子 假设你周围 没有那么多优秀的人 假设说你周围 就只有张全弹 跟我我们俩的话 你通过简单的一比较 你很快就会选择出来 对吧 你通过简单的一比较 你很快就会选择出家 对吧 而且你选完之后 都不再遗憾 就我觉得我现在这种状态 其实是好的 就除了年轻 就一无所有嘛 我觉得我这种状态 非常的好 就我这种状态 它可以很好地 甄别一些女生 比如说一有女生 她一靠近有钱人的话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 她肯定是想要 不劳而获了 她肯定想要实现 她不劳而获的理想了 对吧 像我这样 但凡一有女生 靠近我的话 我就知道 这个女人 她肯定是想要 嫁给爱情了 要不然她图我的啥 图我长得像杰伦吗 就我觉得我们 每个人在生活中 让我们面临一些困难 或者说面对一些选择 抉择不了的时候 就为了不让自己遗憾嘛 然后很多人就会喜欢 找一些名言名句 来支撑自己 就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就我也一直有这么一句话 就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来这句话 就这么多年来支撑 我面对困难的这句话 就是穷不过三代 每当我又在想 解决所有的困难 全能型的精神信仰 就是从概率学的角度讲 我一定会非常有钱 因为我就是第三代 跟红苗正 我从小就特别地 相信这句话 然后就以至于我 入习太深之后 就导致到 现在这样一个问题 就像我 我现在每次回家 跟我父母 在一块吃饭的时候 我只要一听到我爸 他说 他马上就要挣到钱了 我就特别担心 你说啊 怎么就要挣到钱了呢 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呢 你这一挣到钱 我这辈子这不完了吗 好 谢谢啊 小龙多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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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何广志 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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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今天 应该有一些观众认识我 因为去年我也参加了 这个节目嘛 就去年我在节目里面 讲了很多 关于我自己 特别贫穷的段子 对 其实关于我自己 贫穷的段子 还没有讲完 就被淘汰了 就现在回想起来 就特别的遗憾 因为我已经挣到钱了 但是我的消费习惯 还是没有变 我前一段时间 去一个度假区演出 当时在那边玩 特别的开心 就是我从来没有 在一个地方玩得 那么开心过 因为不用花钱 然后我走的时候 还把他们 给我的那个消费卡 找了一个超市 把里面的钱 刷干净又走的 结账的时候 还被店员给认出来了 就说 哎 你是不是那个 讲脱口秀的呀 当时盯着那个余额 我就特别的尴尬 我说对对对 是是是 我叫杨孟恩 我说 我两个脸太弱了 就在那边演出 观众的反应 让我觉得 好像大家平时工作 压力都特别的大 因为我们发现 就是每到周末的时候 他就会比平时 周中的时候好演 尤其是那个周五场 周五的观众 那个氛围 你们可能是没有见过 其实每到周五的时候 观众那个氛围 你就感觉是 都不用我们演员讲 他们自己就会笑 就周五的观众 他们坐在台下的感受 是这样的 就感觉是 哎 他们这个演出 虽然很垮 但是我明天 就不用上班了呀 发自内心的愉快呢 然后其次好演的 就是那个周日场 周日的观众 也特别的好演 他们的感受是这样的 就感觉是 如果再不笑的话 就来不及了 就我觉得周一的观众 难演这个事情 他也不能赖观众 可能就因为周一嘛 大家确实第一天上班 比较疲惫 就生活还看不到 什么希望那种人 就周一的观众 他来了之后 他永远不笑 他永远就是 搭了个脸看着你 你知道吧 你这么看着去 永远就搭了个脸 就是看着你 有时候你就感觉 周一的观众 他来 他不是来看演出的 他来 他就是报复社会来了 我今天 我就让这帮 透过演员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生活 没有必要 我印象最深的 一次演出是这样 有一次我们演出结束之后 有一个从北京来的大姐 她看完我们的演出之后 在剧场门口 就娃娃地哭 周围的人就劝她 问她为什么 她说她明明上一秒 还在笑得那么开心 她一想到 明天就要回北京上班了 然后整个人就崩溃了 就娃娃地哭 就第二天我听到这个事的时候 我还挺心酸的 我当时就觉得 我们好残忍呀 给了她那么多的快乐 好像越美的东西 对这个世界来讲 就越残忍 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突然意识到 我可真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呀 我的天哪 人也是一样 越美的人 对这个世界来讲 就越残忍 我现在每次走在大街上 我只要但凡看到一个 特别美的美女 我的第一反应都会是 她这一生 她得拒绝多少 像我这样的人 就她得拒绝多少 追求她的男人 给别人造成多少的伤害 我现在觉得 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还是我们这些丑直男 因为我们这些丑直男 伤害这个世界的方式 顶多就只能是 发自拍 恶心你们 或者是去追一个 我们配不上的女生 让对方怀疑自己 连她也能追我吗 我现在觉得 舔狗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光 你们有人当过舔狗吗 都不承认是吧 就是 我一个朋友 但是很多年长 然后我最近发现 她就会加很多女生的微信 然后几乎每个女生的朋友 下面都会有她的点赞跟评论 当然你们也不要问我是 怎么发现的 然后有人就问我 她说 哎 广志呀 我这种行为 就是算不算是海王呀 我说海王 它是那种长得帅的 到处撩人才叫海王 你这种到处舔人的呀 它只能叫海狗 从她身上 我就发现了一种 就快乐当舔狗的方法 就当你被一个喜欢的人拒绝的时候 你心里肯定会特别的难受嘛 但是当你被很多人拒绝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她的痛苦就对冲了 就是你不会觉得难受 你只会觉得 拒绝我的人多了 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 你顶多只是不搭理我 人家都让我滚 相比之下 还是你对我好 她是前排男生她的鼓掌 非常很有够眉 渣男的恋爱观就是各取所需 舔狗的恋爱观就是天道筹琴 但我建议大家不要当舔狗 也不要当渣男 像我一样 所以我带刺的玫瑰 谢谢你们 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有没有观众还好帅 我来了一个盲人 所以在比赛嘛 压力就特别的大 然后前两天回一趟家 回家之后遇到了一个特别魔幻的事情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节目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节目嘛 但没想到我奶奶 八十多了 没有上过学 天天看我们节目 就我这次回家跟我说 我现在天天看你们的节目 我觉得你们讲的那些段子呀 都特别的有文化 我说奶奶 您骂人还挺脏的 确实没少看 我奶奶看完节目之后 她就知道我是做什么工作了嘛 但我现在每次回家 不变的是她还是会催我赶紧谈恋爱结婚 有时候实在没有办法 我就跟我奶奶说 我说奶奶 我现在是一个爱豆 爱豆不能谈恋爱 我奶奶说 你别骗我 他们谈的恋爱还少吗 我奶奶真的看我们节目 最魔幻的是 她竟然还是杨丽的粉丝 一个山东老太太 喜欢杨丽的段子 我当时就特别的震惊 我就想 我奶奶该不会是要上桌吃饭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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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奶奶说完她喜欢杨丽之后 接着又问了我一句 杨丽今年多大呀 我说比我大四岁 我奶奶说 大一点好 大一点会疼人 别人都是喜欢杨丽会骂人 我奶奶喜欢杨丽会疼人 就确实杨丽骂人 可疼了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恋爱嘛 我没有谈过恋爱 我分析原因是这样 有两个 第一就是我发现 我只喜欢不喜欢我的人 但最近不喜欢我的人太多了 我有点喜欢不过来了 快成海王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 我很容易遭到一些打击变得不自信 你们看我今天这个打扮也看得出来 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我最近在走这个时尚路线 真的 我为了提升自己的形象 真的去买了一些潮牌 然后去的时候 为了让我自己看上去 是经常消费这种品牌的样子 还故意专门穿了一件 那个品牌的衣服 然后再去逛那个品牌的店 结果进去之后 直接就被当成了店员 最让我生气的是 我被当成店员的时候 裤子和鞋还印着其他品牌的logo 就你们穿两个品牌的衣服 有个人感觉是 这个人就是喜欢混搭 我穿两个品牌的衣服 就给人感觉是 这个人 他打两份功 我很难通过买衣服 获得自信 我这个人太不擅长买衣服了 我经常买衣服的时候 就是在店里面 试着是合适的 觉得这也太好看了 一阳千玺 回到家再照顾的一看 张博洋 时间长了 就导致我现在 每次打开衣柜之后 都会发出一种感慨 就是怎么这世界上 丑的衣服 都让我一个人给买了 你们也买一点 又被踩上了 后来 后来我明白 为什么其他人都不买了 因为我发现 他们都下载了 小红书APP 来小红书APP 不仅有时尚 还有男生喜欢的 游戏运动 幽默 各种生活方式 不得不说 这种既时尚 又幽默的APP 就撞到我的枪口上了 我虽然没有谈过恋爱 但我现在特别爱看恋爱综艺 那种感觉 就跟上学的时候 是一样的 就班里有人送个情书 你也要跟着去 就自己谈不上恋爱 就爱跟着掺和 我从小就特别爱掺和这事 如果有人要去隔壁班 送个情书的话 我就站出来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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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去 我跑得快 十分钟能送三趟 我跟着你去 我帮你看着他们班主任 那时候老师经常说 爱是克制 不是放肆 但是当时的我来讲 爱是放风 如果说爱情是一场游戏的话 我就是里面的NPC 我也是特别渴望爱情的 我觉得甜甜的恋爱 可以抵御生活中所有的苦 所以我现在特别想在 比赛期间去谈一场恋爱 因为我打算在情场 跟赛场之间 做一个风险对冲 就如果恋爱成功的话 比赛即使被淘汰 我也不难过 如果恋爱失败了 那么恋爱的苦 就会盖过淘汰的苦 而以我这个长相 你们也看得出来 我又特别擅长 吃爱情的苦 对我来讲 善长吃的苦都比较苦 那是我生活的舒适区 谢谢你们 谢谢